但川普目前的情况和当时的沈水扁完全不同 目前民主党应要求拜登退选爆发内讧 川普的最新民调至少比拜登领先4个百分点 在正常参选就能赢的情况下 他完全没必要制导自演义出骨肉计 邵永林认为 这起枪击案更像是一个突发事件 类似于2022年安倍晋三遇刺 最近在宾州巴特勒县的选举集会上 美国前总统川普遭遇枪击 当时川普正在台上演讲 突然响起枪声 他立即捂出幼儿并蹲下 现场民众惊慌失措的四散尖叫 多名特勤局人员迅速上前保护他 随后川普站起来举起拳头 看似喊着战斗 支持者则热烈回应USAUSA 特勤人员迅速将川普护送下台 当时他的幼儿流血 除此之外无其他明显伤势 枪手已被特勤局击毙 另有一名集会参与者上升 两人受重伤 大陆军事专家邵永林分析这次枪击事件时表示 这起事件与2004年陈水扁的319枪击案不同 更接近2022年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事件 邵永林在微信公众号撰文指出 虽然枪手的身份和动机仍在调查中 但可能有三种情况 川普自导自言 民主党背后指使 或者是独立行动 他认为 从目前川普和拜登的民调及选情来看 川普自导自言的可能性不大 他提到 这起事件正值今年大选的关键时刻 很多人会将川普的遭遇于2004年国民党和民进党选情逆准的319枪击案做比较 他强调 319枪击案被认为是沈水扁制导自言的可能性很大 但川普目前的情况和当时的沈水扁完全不同 目前民主党应要求拜登退选爆发内讧 川普的最新民调至少比拜登领先4个百分点 在正常参选就能赢的情况下 他完全没必要制导自言溢出骨肉计 邵永林认为 这起枪击案更像是一个突发事件 类似于2022年安倍晋三遇刺 在美国两党政治矛盾尖锐的当下 什么极端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则撰文指出 这起事件 加上两周前拜登在电视辩论中的诗语汗乱语表现 以及随后民主党内部要求更换候选人的风波 让美国大选局势更加扑朔迷离 他指出 从一半认为的七个摇摆周观察 拜登在亚历桑那 乔治亚 内华达及北卡罗莱纳等南方四周持续落后 进而胜负的关键可能集中于密西根 宾西法尼亚及威斯康星等中西部三周 川普在宾州遭遇枪击 使得宾州选情更具变数 他分析 宾州选情背后原因或为 决定选情走向的中下层群体或少数群体 原本更多支持民主党 但因拜登状态不佳而没有动力公开表态支持 这一解释完全有可能在全美范围内适用 即共和党选民面对川普而迅速归队 明确支持 但民主党人对拜登却无法做到 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Vin New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导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在美国政坛的最新风波中 前总统唐赖的川普再次成为焦点 作为共和党总统提名 能近日在其个人社交平台上发表了引人注目的言论 这支脸书创始人马克·祖克伯 并按是如果重返白宫将采取法律行动 川普在贴文中使用了Suckerbox这一具有争议的词汇 这个词指的是私人机构 尤其是祖克伯向选举过程提供的大额资金 据悉 在2020年大选期间 祖克伯通过非营利组织科技与公民生活中心 在2020年大选期间 向47个州的2500个选务机构捐助了3.5亿美元 这一举动引发了川普阵营的强烈不满 川普声称 如果他再次当选 将会严厉打击所谓的选举炸七犯 并特别点名祖克伯 他在贴文中警告道 这些人真是无词 如果我当选总统 我们将前所未有的追捕选举炸七犯 他们将会在监狱里待很长一段时间 他还补充道 我们已经知道你们是谁了 别那么做 Suckerbox 小心了 值得注意的是川普与祖克伯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 2020年6月 脸书因允许川普发表被认为具有煽动性的言论而受到批评 祖克伯表示他对川普总统的分裂 和煽动性言论深感震惊和厌恶 随后在国会山霜暴乱事件后 川普被脸书封禁 祖克伯当时发表声明称 让川普继续使用脸书服务的风险太大 这项精灵在2023年1月被解除 政治分析家指出 川普的这番言论不仅反映了他对2020年大选结果的持续不满 也凸显了美国政治中社交媒体巨头角色的争议 有观察者认为 这可能是川普试图在即将到来的选战中动员支持者的策略之一 大家对川普有什么看法都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Main New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导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在IG上出现了一个名为央乘的账号 一视为陈水扁本人 该账号分享了一系列天马行空的辟图 引起永有乐意 网友们相当乐见这位前总统 陈水扁是一位台湾政治人物 2000年到2008年 他曾担任第10和第11届中华民国总统 他是中华民国民主进步党的成员和前党魁 出生于台南县观田香西庄村 经台南市观田区东西庄里 密称阿扁 他也是一名海商法律师 陈水扁曾担任过民主进步党主席 台北市议会议员 立法委员 台北市市长等职务 然而 因为支持的一变异国行动党 在2020年大选中司令 他宣布退出政坛 陈水扁出生贫困 毕业于国立台湾大学法律系后成为律师 1979年底 美丽岛事件发生后 他加入了辩护律师团 这成为他投身政坛的契机 1981年 他首次当选为台北市议员 1986年 他是民主进步党的初始党员之一 并担任中常委韩中职委 1990年 他在征俄立法委员选举中 当选为台北市立法委员 并开启了他的国会生涯 1994年12月 陈水扁在台北市长选举中当选 因此辞去立法委员职务转任市长 在任四年期间 他的政绩封硕 推动社会政策革新 交通建设 取地交通违规 拆除违章建筑 扫荡特种行业等 他也承接当时的台北急运乱局 另手条路线 在任内通车 此外 他也组成台湾首个 以BOT模式发展的项目台北101 然而 陈水扁的政治生涯 也伴随许多争议 卸任总统后 由于涉及龙潭购的案 而被判刑20年 本战出狱后保外就医至今 近期 陈水扁在社交媒体上的活动 也引人注目 在爱记上出现了一个名为央称的账号 也视为陈水扁本人 该账号分享了一系列天马行空的辟读 引起友友乐意 网友们相当乐见这位前总统 以明英的姿态 回到台湾娱乐界 而非台湾政坛 尽管陈水扁的政治生涯 充满波折和争议 但他仍然被许多人 视为台湾政治民族化和本土化的 象征和重要的历史人物 他推动的社会改革 公共交通建设等方面的政绩 也得到广泛战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